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FDMA跟着peter一起转 我们很久没有带大家看 Bitcoin price的价格 我们来看那个价格 有一些潜在的方向以及一些数据 让大家知道说价格 往哪个方向走 马上开始吧 首先来到twitter 大家推的很重要 请大家来follow我们twitter 那我们twitter也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最近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那我们请大家继续follow twitter 再第二个就是我们很久没看到 这market的一个indicator 在整个市场crypto来讲 这个所谓的fair and greed indicator index 之前我记得我们最低最低看到是9 然后再也就是在十几二十在那边盘整 然后今天既然是短时间 过去几个月的时间 第一次看到neutral 过去几个月时间从来没有neutral过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47neutral 因为其实平常每天的话 我们都会看这个指数 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恐慌 或者是贪婪指数 我们带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状况 目前为止 Bitcoin在过去二十小涨0.46% 来到24,531 一直涨0.23%来到1998 那这看起来似乎都有机会持续往上走 那在我们Cardano Cardano涨4.3%0.583 Solana0.23% 跌0.23%来46.85 不过大来9.42 Avalanche29.35 Polygon1.03 涨了1.13 Polygon整个礼拜下来涨了13% 还算是不错 那你说Ethereum Classic 现在43块 也是从第一位涨上来第一位的部分 Ethereum Classic到现在 你看这边也是59亿了 我们当初跟大家讲的说应该是50亿了 现在59亿了 我们看几个Twitter账号 讲的一些东西吧 我们先大家看看这个叫做Game of Trade 他讲Eat的部分 Eat的地方 感觉上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尚未实现利润跟损失的一个图 那我们知道尚未实现利润损失 已经跟大家讲过 如果是红色代表是 这完全是放弃 Captulation是完全放弃的 我已经投降 就是爱怎么样怎么样 多少钱我都卖了 因为从高点跌到这边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那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从这个投降的地方 然后往上走 这市场其实是一个反转的一个状态 从红线到橘线 你看到这边红线到橘线 红线到橘线 目前我们的位置是在红线到橘线 代表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一个所谓 capitulation的这个状况 之前 如果之前在capitulation的状况 就代表说这个市场上的人 对Eat的价格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目前为止你看这个Eat价格 就这两天 已经离开了是capitulation 就代表大家对Eat价格 有机会持续往往走 但是这个地方第一次上来这里 我们看Eat在未来的两三礼拜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两三礼拜 大家有机会持续往往走的话 一直有可能带大家 整个crypto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另外我们来看这个trader of the tuality gate tuality gate ok 就是 这个trader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个trader在 整个他的推特里面 他讲的蛮多 除了 bcoin之外的东西 他还讲其他 那这个地方 其实他讲了一个问题 他讲说如果大家是交易 常在交易的话 也会交易石油 你说石油跟整个Bitcoin 有什么样相关的一个走势 你看 他给你看石油跟Bitcoin 有什么样相关的走势 当我们的石油价格回导 会发生什么事 这边是2015年 2015年石油价格 从 自己跌到20 然后Bitcoin 这个地方涨了两轮 涨了两波 一波两波 那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2018年 2018年年中 应该是 这边应该是过了67月 8月暑假的时候 暑假的时候 石油大概是从60块美元 跌到30 60跌到30 跌了50% 之后呢 反弹到差不多60 然后再跌 在2020年年初 跌的非常非常便宜 这个跌到-37块美金 那如果大家记得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夸张的-37块美金 那当初就是大家这边做合约吗 国内的这个 投资商做合约 那被爆仓之后 那你看这个价格往上往下跌 石油价格往下跌 Bitcoin的低点 从2018年年底 也涨了一波 Bitcoin 对不对 就低 然后再第二次低 次低之后再往上走 然后到上面来 这边是2021年的年底 这Bitcoin高点 Bitcoin高点 那你看我们这石油 持续在这个地方 石油在什么地方的高点 2022年的中暑假期 7月吧 你看这中间6月底7月 6月底7月石油价格来120 这是非常非常夸张 那下石油从120开始回 回挡回到现在80左右 石油回到80左右 所以预期预期 我们这个预期 比特币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个低点 石油只要开跌会涨两波 所以石油只要开跌 比特币涨两波 你看石油只要开跌 比特币涨两波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照之前这个图 copy and pass 贴过来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石油在这个地方 往下跌 如果我们往时间拉长一点 2025年 Bitcoin这个价格 从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是2万4 往上涨 有时候涨到6万 可能再拉回 拉回就上了6 再往上涨就涨到15万 所以2025年的时候 其实Bitcoin很大机会 如果照这个地方 他这个copy and pass 拉过来 这机会有机会是上到15万 这个当然是一个示意图 不是完全价格会涨到样子 只让大家讲说历史 石油往下跌 那Bitcoin也是往上涨 这个东西我觉得值得大家稍微去关注一下 另外 这边还有一个trader 也讲一个有趣的东西 大家如果说我们不要看这个 太短时间走 我们看长时间走 我们看长时间走 你会看到说整个比特币 其实他们做的一般trader 他们做很简单 他们交易的是什么 交易的是长时间走 长时间走干嘛 我看就是看两年的平均线 2 years ma 最简单两年平均线 两年平均线变成5 那基本上就是我整个的这个上缘 上缘就是这个通道上缘线 通道上缘线 只要超过当然通道上缘线 就代表已经超过这个价值 就是over value over value就是大家可以考虑要卖 那如果是在通道的下缘 对不对两年的ma 那基本上就under value 你看有没有几张under value 2014年年底开始under value 到2015年年底under value 2016年年初 不到2016年 2005年年底 2006年年初才不 就往这ma往上走 那一直持续到201718年 这里突破啊 那在2019年时候又回到ma以下 那2020年我回到ma以下 然后ma以下这里突破之后 其实2020年的年初啊 然后在2020年年底 只有从这地方往上一直走 然后接近了这地方 其实第一次碰到over value 其实就在4月 2021年4月 那之后其实在这边盘 那直到2022年的年中 那再度跌破了这个value啊 所以目前其实是under value 我说如果你Bcoin做一个长期的投资的话 其实目前会只是under value的状况啊 我们现在是under value 只要是under value 其实整个时间走就有机会往上走 就是over value部分卖 under value就买 over value说卖 under value说买 over value说卖 under value说买 这基本上大家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今天还有给大家看一个所谓的corporate indicator 就企业在买Bitcoin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指标跟数量 那这边有一个指数就是XY 那他讲说企业里面 企业的内部人是他们买Bitcoin 是买跟卖的 那如果你说怎么Bitcoin目前为止 在这个地方 其实2022年这个地方一直卖一直卖 2022年一直卖一直卖 卖一直卖 这二年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已经从高位 现在来到了高位 所以那地方现在是其实大家开始买啊 其实目前为止是大部分的人 corporate insider biocell现在是买啊 其实买是从2022年 从2022年开始跌 这时候就开始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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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买但是如果从这中线呢 中线但是0.18左右 0.18 这大概也是大概是5-6月开始就开始有买Bitcoin了 6月其实6月7-8到现在我们已经8月了买两个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 像企业内部 他们是买Bitcoin还是卖Bitcoin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是买多于卖啊 那这边另外还有Plancy Plancy这边讲到一个所谓的DevValue Risk Map DevValue Risk Map 就当比特币如果跌到他这个一个波波浪图 他是波浪图其实他均线 然后均线他的这个所谓的Risk 所以他的风险部分 他如果跌到这第二个绿 第二个绿线以下基本上就代表相对的低风险了 但是你想想看整个Bitcoin从2017年到现在 其实只有三次的机会是跌到低风险的部分 第一个是2018年 再来是2018年到2019年整个年到2019年年初 那再来就是2020年 这也有一个很大根的 忽然间跌到3000这个是低风险的 那以及我们2022年 2022年一直都低风险 我们低风险这个地方在这里 其实已经快要突破这条绿色的 只要突破绿色就离开这个低风险了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点像在2019年 这个地方只要突破就离开低风险 像2020年就突破就离开低风险 我们就有机会突破就离开低风险了 所以这个地方目前为止相对 Bitcoin是相对低风险的一个资产了 另外Plan sees me也是脚 你看2015年RiskNo.1 2018年RiskNo.2 2020年RiskNo.1 2020年RiskNo.1 他跟大家讲一些 低风险的部分呢 这其实你看他 把刚才的那个波浪图做一些调整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波浪图 他是讲说波浪图如果碰到这绿线的第三条 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是绿线以下 就代表低风险吗 他如果碰到绿色第三条 最下面这个是最低最低的风险 其实就几次而已 123 还有4 没有啦 其实没有这么多机会有办法碰到低风险了 如果你办法买在这个最低最低的风险 你买在这基本上是没有风险了 代表不会跌比这个还低 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如果说最早最早再跌到 1万7 1万8 这个地方 跌在这里 那你想 Bcoin有没有机会从这地方再碰一次 不是没有啊 不是不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碰到这1万7的机会大 刚刚跟大家讲一下整个市场上 那有些这些trader专业的trader 他们讲一些不同指标也跟大家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有些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带给大家 只关注我们请订阅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